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Lewis 之前有朋友在下面留言给我,给了提示我 可以拍一下富士相机,除了拍照之外 在拍片方面,相机的设定是怎样 我自己有计划了拍两段 首先,这一段就说了这部相机有什么设计上的参数设定 好,就因为我今次要拿相机来做讲解 所以这条影片是用眼前一部DJI Action 2来拍 看着影片的朋友,不妨也要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个小铃铛 我预告定下一段会拍的影片就是 会讲回富士相机影片直出 留意着下一段影片何时出 富士相机,大家对它的印象 尤其是XT5官方的宣传都是photography first 的而且确是很正常的 拍片当然是讲Sony,Canon,Panasonic之类的相机 又或者是直接用iPhone来拍 那为什么我会坚持用富士相机来拍照 拍片呢? 一直以来富士相机,IG很多相片都是JPEG直出 首先也很感谢留言给我和提议我的朋友 就讲讲富士相机的拍片 不过,先带我的头盔 我拍照方面就比较专业 拍片来说,我绝对不是Pro,不是专业 首先讲讲基本设定上面的东西 首先在基本设定上面 这就是动画设定里面的 你会看到我设定在4K16.9 而这个是60p的 这个基本设定上面 都是为了方便我拍 拍这个YouTube影片剪片的时候 后制都可以zoom进去 因为我YouTube影片最主要output出来的格式 都是1080p 而这个film per second 在这里显示59.94p 都是接近60p的速度 现在我的YouTube影片 Xbox刚才说是1080p 也是30的film per second 那就可以在后制的时候 加慢两个速度 做一个慢动作的影片 然后再下来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 F-Log H-LG6的位置 进去呢,你会看到我选了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它有两个好像Phylm Phylm那两个显示是什么呢 因为我就不拍F-Log 我自己呢 都是用回相机内置的 设计去做 头一个选项呢 它就代表你 save到memory card那里 那时候的setting 旁边的HDMI是什么意思呢 HDMI就是说 你插回外面的HDMI 在看的时候可以插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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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的 其实DIS的意思 即是Digital Image Stabilization 即是除了机身 本身XT5它自己有的 最高7级机身防震之外 或者连一些镜头去有IS防守震之外 就靠这个相机 它自己里面一些软件的运算能力去加强的一个电子防守震 那就要解释多一点点 就因为富士的镜头 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防守震 尤其是这些大光圈的镜头 这支F2 这支F16 55 2.8 它都是没有防守震的机件在里面 而拍片的时候 我九成 接近十成的时间 都是用这个手持的方式去拍片 没用Stabilizer 稳定器那些去拍片 都是Handhill 接着再到这个影像稳定功能提升 进到这里我是开了的 它写着就是适合静态手持拍摄 那如果关掉它 是适合拍什么主题呢 它是适合平移倾斜和追踪 那这个主体的拍摄 就是可能checking的时候 focus是一个主体 例如手上的这支朝朝 和一些我拍狗狗 妈妈的时候要movement的东西 就基本上要认识这个东西 就会好一点点 接着下来这个影像品质设定 这一部分呢 就关乎颜色的设定了 今次这条片就不说了 下条片先 那直接跳到下面这一部分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自动对焦模式 进到这里 它有多重和区域去选 我自己又选了区域来用 那区域的意思呢 大概就可以想想 就是 你想在屏幕上 focus在哪一个位置 想focus前景也可以 想focus背景也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 进到这个位置 可以选择 这个focus point的大小 让你可以微调一下 你想focus在想要的位置 想多前又可以 多后都一样可以 focus的位置 它有s c 和m s就代表单张对焦了 拍片的时候呢 是很少用到这个s 所以拍片呢 都是调到c 这个连续对焦 m 手动对焦 都可以选 但是就比较进阶一些 就 不在这里赶转 那进到afc 自定设定 这里呢 它有分追踪灵敏度 和af速度 追踪灵敏度 那里呢 我加了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有分快速和锁定 如果这个灵敏度呢 调到 数值越低 它越快速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转换主体 转换得太快 如果锁定了呢 你跟着主体移动的时候 就会比较正常一点 没有那么夸张 去到af速度里面呢 它有分慢和快 如果你的af速度太快的时候呢 整件事很不自然 例如好像我之前有段片 就是我拿着焦焦和镜头 推过来相机前面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focus呢 是很smooth 很自然地做到 拿走那时 focus回到我面上呢 整件事是会 顺畅很多 不会很突合 所以说呢 其实 富士相机 只要你调校一下 适当的数值和参数呢 自动对焦这一部分呢 其实都不算是太差的 那其实刚才就说到 M手动对焦呢 太进界 就不建议用住了 但其实呢 在menu里面的选项里面 再下到这个位置 有个afmf的设定 你开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呢 移动镜头前面的对焦环呢 你除了自动对焦之外 你移动这个对焦环 你可以即时在拍片 录音机的时候 可以变更你的对焦距离 然后再下到这个位置 有个触控式螢幕模式了 进去里面呢 我也是选择了区域的红头 刚才的自动对焦模式一样 那区域的意思是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的画面 展示过给大家看 就是手指 touch下去 对焦点是跟着移动的 立刻可以变成不同的对焦点 后景 前景 后景 前景 就是讲讲这个 如果你这个触控式螢幕模式 你调到af的时候呢 你看到出来 它只得 只有一个位置 即刻focus我 在一个位置 你不可以这样 拉住去面招 那就做不到那个 很smooth的对焦 这个是拍照的时候 会好一点 或者你真的拍 死同一个主体的时候 你才选这个 会好一点 否则就很不方便 你要吃回去 才可以 所以我还是选择 区域 会好一点 那其他的设定上呢 你看到我都 skipped了很多东西 不要提到的 那些东西 用回来自我设定 大致上已经很够用了 那来到这个音上设定 就是讲讲麦 内自麦克风 麦克风 内自麦克风音量调整 那里呢 我教自动就算了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插麦 有它收音的时候 我都未必会用 那就是有它自动 而外自麦克风音量调整 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选择了减6dB 减6dB 就防止我收音的时候 会有爆咪的情况出现 好 那机内设定 大致上就来到这个位置 最后就讲讲 在机身以外的设定是怎样 那其中呢 我一直忠诚于XT相机系列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有这些 机顶转盘 那些机顶转盘在上面 可以让我即时很直觉地调整它的 快门速度 ISO 和曝光曝照 也都很复估的设计 那在拍照的时候 尤其是街拍 我ISO和快门呢 基本上我都是用在A的位置 而A的位置就是自动 那我最主要调调的是 我不是全手动 那我调调的是 一两支富士镜头 一两支富士镜头 就是有光圈环的 我就会只调整光圈 就是用光圈先决来做街拍 那来到拍片这个位置 快门呢 会用T的 T其实就等于一个 手动调整光圈的数值的参数 然后ISO那里呢 调到C的 那首先讲讲 ISO先啦 ISO去到C的位置 C是代表Custom的意思 你只需要呢 按一按机身前面的转盘 就在个屏幕那里 选回ISO 那就可以调调的了 你见到转下转下 就可以调到ISO 然后呢 快门 你转到T之后呢 都是按一按机身前面的快门 其实有三个 有SS 跟着有个加减就是曝光补偿 旁边的就是ISO 那选SS 就是这个Shoterspeed 你就可以调调一块门的速度了 好 那今次富士相机拍摄影片 基本设定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介绍 富士相机的设定上是怎样 那参数上面的视定的影片 那下一段会分享的影片呢 就会是 讲一讲刚才 skip了的影像品质 影像品质就是讲它的底片模仪 改变它的颜色 锐利度 白平衡 选什么 film simulation 底片模仪的模式 去改变拍片那时的颜色 就好像拍照 就是有这个的 有film simulation recipe 那影片直出呢 就下一段片我会想讲的了 希望大家都会留意着 我的最新影片的发布 那最后都提到一次 记得就是like and subscribe 按下个小铃铛 最后记得也是follow我IG 支持我 我们下一段片再见 我是Lewis Goodbye to you too Bye bye